六中全会前夜陕西千亿矿权案秘密开庭 一厢情愿中共点名惩戒台独顽固分子 惨恒大卖飞机还债赵家老板躲医院逃债 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去世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5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望维独报 我是Terry 中共六中全会召开在即备受舆论关注的陕西千亿矿权案 及其卷宗丢失事件传出新进展 该案的当事人陕西民营企业家赵发奇 和中共最高法院前主审法官王宁钦的案件 已被秘密开庭审理 综合报道被称为中共最离奇贪腐案 陕西千亿煤矿矿权案 历经12年的诉讼早已落幕 苦主凯奇来投资终获平反 但大笔卷宗却在法官办公室离奇不翼而飞 黑幕重重 2018年年底前 央视名嘴崔永元连续爆料披露 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 在中共最高法院神秘失踪 原告赵发奇下落不明 中共最高法院承办该案的法官王宁钦 也自拍多个视频 指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非法干预了该案件 此时间随后引发了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 中共官方声称组成联合调查组 对此案进行调查 但2019年2月22日 最终公布的调查结果是 凯奇来案卷宗丢失 是王林钦坚守自盗 并称由崔永元帮王林钦录制的视频 涉嫌外泄国家秘密 王林钦涉嫌非法获取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 被立案侦查 王林钦随后在央视认罪 当天曾力挺王林钦的崔永元 发致歉声明 声称拥护中央调查组调查结论 剧情出现如此大反转 令舆论炸锅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 该调查结果是颠倒黑白 此后的2019年11月 网络上还一段传出了 崔永元被半软禁超过半年的消息 海外视频人士胡平曾分析说 王林钦崔永元利用网络爆料 矛头直指周强 明显背后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后台 如果党内高层一派可以假借民间之手 用爆料的方式扳倒一名副国际官员 这种做法势必引起高层官员的人人自危 所以各派联手起来反对 迫使幕后支持崔永元的势力 不得不做出让步 最后导演制出剧情大逆转的戏码 据自由亚洲报道 北京法院于近日秘密开庭审理 希望将涉案的中共贪护官员一一揪出 该报道指出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9月初通知了赵发琪的律师 并举行了庭前会议 但双方意见分歧较大 案件一直被拖延 直到几天前才有消息传出 这起案件于当地时间本周三开庭审理 有分析指出 这起案件选择在这个敏感时刻开庭 或许涉及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六中全会党内斗争 在一旁 彭敲侧击后 中共国台办5日首次证实了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存在 并点名制裁了三位台湾官员 名列其中的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坤表示 他对此感到光荣 那么中共此时拉出这份清单 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自由亚洲报道 当被问及中方正在研究针对台独顽固分子的惩戒措施的报道 是否属实时 中共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5日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 立法院长游锡坤和外交部长吴钊献等 台独顽固分子煽动两岸对立 勾连外部势力分裂国家 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决定对这些人实施惩戒 禁止他们及其家属进入大陆 香港和澳门 并限制他们的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和个人合作 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获利 消息一出 立即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 截止5日深夜 相关微博话题已获得上千条讨论和上千万阅读量 不少五毛对此感到振奋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认为 中共当局此时拉出台独清单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激发国内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 由欧洲议会跨国议员组成的 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代表团 一行十余人刚刚首次访问台湾 并在前一天获得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 这场为期三天的访问 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 尽管国台办周五在宣布 对台方官员进行制裁时 并未提及这场访问 但当局在此时出手 可能并非巧合 不过这份清单中的一些人 显然并不吃这一套 台湾立法院长游戏昏 当天下午在脸书说 我的国际知名度好像又提升了不少 感到光荣 他还调侃到 他不打算再次参选 中方以后请不必费心了 行政院长苏贞昌同日则表示 他不但不会被恐吓 反而以此为荣 报道援引专家分析 今年三月 中共当局就新疆问题制裁了 十几个欧盟有关机构和人员 激化了欧盟对中共的警惕 最终导致欧洲议会高票 通过了冻结欧中全面 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 此时中共又将矛头指向台湾官员 这对两岸之间的沟通 起不到任何帮助 只会起反作用 伤害到本已经岌岌可危的台海关系 华尔街日报 五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 中国恒大集团上个月通过出售两架 私有飞机筹集了5000多万美元 为公司带入了急需现金 帮助其偿还债务 根据之前市透露的消息 以及商务航空的数据显示 美国飞机投资者购买了 恒大的两架弯流喷气式飞机 销售于实验份结束 同月恒大在30天宽限期 到期前支付了两笔余期的美元债利息 根据该报道 恒大最近出售的两架弯流喷气式飞机 是其拥有的较小型飞机 恒大目前正在为更大的空客ACJ330 宽体喷气式飞机寻找买家 多年来恒大大量借贷并积极扩张 致使其背负超过3000亿美元债务 恒大债务危机爆发以来 该公司一直试图出售其庞大帝国的某些部分 以筹集足够的现金来偿还紧追不放的债权人 此前恒大未能按时支付9月23日和9月29日到期的金额分别为 8350万和4750万美元债利息 恒大被给30天的宽限期 宽限期结束时若人未能还债 投资者就可宣布恒大违约 最终恒大10月下旬赶在宽限期到之前筹集到资金 分别支付了这两笔美元债利息 惊险躲过了代价高昂的债务违约 恒大筹集到的资金应该就包括出售这两架飞机所得 路透社当时引述一名恒大债券持有人表示 虽然公司能够付履息 但是对恒大的前景维持负面 因为恒大只是在买时间 近期中国房企雷声不断 恒大花样年当代智产等都陷入了财务危机 连账面未踩三道红线的家兆业也被证实 有近128亿人民币理财商品无法兑付 再度上演千名苦主上门维权事件 据报道 家兆业关联公司 紧横财富旗下三档理财产品突然停止对付 面对上门讨债的投资人 家兆业集团总裁麦凡称 目前紧横财富到期的本息规模超过3亿人民币 但公司连3亿人民币也拿不出来 投资人不满 要求董事会主席郭英诚出来面对 郭英诚随即通过电话和现场连线 并自称身在医院请求投资人冷静下来 给家兆业管理层包括他本人一点时间 由于家兆业账面上还有240亿人民币现金 以及120多亿人民币在图现金 合计大约360至380亿人民币 为何拿不出钱兑付 家兆业集团总裁麦凡坦言 因为政府要求保留资金保交楼 所以潜入了银行监管账户 立刻被冻结 中国媒体南方周末曾因大胆敢言著称 然而近年来中共不断加大对新闻审查 南方周末已经在官方的高压下整体坠落 曾经的调查记者知名传媒人士纷纷出走 令人不胜唏嘘 11月3日南州创始人左锋去世 中年86岁 中国传媒和法律界人士纷纷悼念这位知名的暴人 并对当今南方系的现状感到绝望 而官方则试图低调处理左方的身后事 以防止不可控事件的发生 据南方报业集团5日发布的复告称 原南方报业集团资深报人 同时也是知名传媒南方周末的创始人 左方原名黄克季 于11月3日在广州去世 享年86岁 该复报还以左方生前的意见和家属的名义 宣称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据原南方报业集团的员工指出 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 每逢敏感时期 广州警方就直接进驻南方报业集团大院维稳 被视为自由派媒体创始人左方去世 也成为维稳事件 并不让人意外 据自由亚洲报道 左方的去世引发了传媒界和法律界人士的一片叹息 传媒人形容 市场化传媒最后的背影正在凋零 而法律界人士则哀叹 曾经有限的言论空间 正随着这些资深老报人的离去而变得更加不堪 南方周末一度被视为是中国大陆最坦率和敢说话的报纸 对公众民主思想的建立和中国大陆公民社会的形成 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纽约时报曾将南方周末形容为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